各位观众老爷,大家好呀!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充满悬疑的治愈系爱情剧《你是我的春天》第十六章的故事。上一章故事讲述到蔡斯向刑警说出了一切,理由是为了自己的弟弟,随后就没有了联系。本章故事继续讲述,江多情泡了一杯茶,他要去研习了,地点是旧金山,同事非常的舍不得他。开玩笑想和江多情一起去旧金山,可是江多情没有心情理会他的幽默。 估计现在满脑子都是朱领导,毕竟因为研习要分开的。他非常惆怅,确实是因为他要和朱领导分开了。对于恋爱中的情侣,分开一小会儿都是让人难以接受的,安家英那边也是的。哎,恋爱之中的人对时间没有任何概念,甜蜜时时候非是,分开时度日如年。安家英刚刚和帕特里克公开了恋爱的消息,两个人本该甜甜蜜蜜的,可是安家英却看到了一条消息。 帕特里克要去当兵了,帕特里克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去当兵。他去询问了经纪人,才知道这是公司的安排。看来因为任性地公开了和安家英的恋情,他的经纪公司想要流放他了。 看来当明星可以享受常人难以企及的物质财富,但也要承担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呀。 徐芷娜和千成员一起走在路上,两个单身狗正欢乐吐槽朱领导。 正在这个时候,有人让他们去体验一下美妆,千成员竟然真的想去,于是让徐芷娜跟他一起去。 徐芷娜自然不愿意了,这美妆也是不挑不克群的嘛。 正在两人拉拉扯扯的期间,他看见了和弟弟牵着手走在一起的店长。 单相思的暴击呀,看着他人成双成对,自己却孤孤单单,难受啊。 于是非常的失落,剧情都到现在了。 这两个人还是单身狗,人设也是真的差,店长和江多情弟弟也在一起约会,他们在谈论很复杂的感情问题。 听和一直在记忆他的渣男前任,为啥要提前任来? 弟弟告诉听和,无论他在前面的那个人身上花费了多少时间,都不需要去在意了。 弟弟觉得他们俩是真爱,店长也被说动了,两人牵着手开开心心地离开了。 就这样结束了,中间没有一哭二闹三上吊吗? 这感情线也太值了吧,朱领导来见江多情,抱怨在江多情走了之后,自己会很难熬。 江多情也再反过来抱怨,去美国的话,自己甚至不敢给朱领导打电话,两个人都挺不容易的,但是又不能不去研习。 这个时候,江多情告诉朱领导,我们研习的时间只有五天,不就五天吗? 这至于这么腻歪吗?这这这,难道世上真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吗? 在这之后,他们俩甜甜蜜蜜地去听和店里约会,甜甜蜜蜜地喂着年糕,在一旁的店员被动地吃着狗粮。 这世界上最难过的事情就是,别人制造着狗粮,而单身狗却被迫吃得津津有味。 第二天,一群警察们挨到死去的战友,前辈请求战友再次出现在自己的梦中,自己实在是太想他了。 无论是在哪个国家什么地方,警察永远是最有正义感的一批人,他们献上了花,随后离开。 只想说哪里有什么岁月静好,只不过有人替你负重前行。 另一边一群人愉快地去前辈妈妈的店里吃烤肉。 小警察很生气,因为一切都是因蔡司而起,而蔡司却不用受到任何的制裁,这让他觉得很不公平,可是前辈却觉得没什么。 这个世界上,没有绝对公平,也不是有因有果就可以了,所以只能尽心尽力而为就好了。 而前辈一边给他们烤肉一边应付客人,看来是想要辞职了,连下家都准备好了。 江多情也对前辈表示了感谢,可是就在这个时候,小警察接到了一个电话,说是有什么人出现了。 一群警察风风火火地离开了,看来因为这些罪犯,我们暂时不要担心前辈辞职问题了。 江多情回到家中,再去帮听河拿手机的路上,不小心用听河的手机接到弟弟的电话,撞破了他两个正在谈恋爱的事实。 哈哈,这场面也太滑稽了,两人面面相去,就是说不出一句话。 三个人都呆呆站在原地,江多情显然还不接受现实,朋友遍地妹,说了一堆奇奇怪怪的话,然后傻笑了起来。 弟弟和听河一起去见朱领导和江多情,随后听河解释了他们俩为什么谈恋爱,应该又是一个惊奇的爱情故事。 听河去了弟弟的酒吧,向弟弟倾诉,两个人非常的熟悉。 当然了,毕竟已经正是二十多年。 认识二十多年,可不是很熟悉吗? 弟弟好像也一直暗恋着听河,在弟弟的努力下,听河终于敞开了心扉,痛痛快快地发泄了起来。 听到这里的江多情还想教训他们两个,可是朱领导惊奇地发现,他们两对交往的时间是同一天。 江多情尴尬了起来,弟弟和听河趁机逃跑了。 这有啥尴尬的,只要自己不尴尬,尴尬的就是别人。 隔天朱领导接到了千成员打来的电话。 千成员想要朱领导帮助他工作,可是朱领导毫不留情地拒绝了。 这时江多情手机也收到了来电,是江多情的妈妈。 在应付完妈妈后,两人觉得这样很讨厌,于是决定把手机关机一天。 有时候就是这么奇怪,有事的时候,电话一直响,没事的时候,一声不吭,总是打扰人家的好时光。 关机之后,两人牵着手去村里走了一遭,一起买水果,买冰棍,玩扭蛋机,一起看书与听歌,又一起看电影。 看着,看着,朱领导睡着了,当然还有江多情。 第二天千成员居然找来了这里,还直接打开了朱领导家的门。 其实,朱领导早就把密码改成江多情的农历生日,可是这都让千成员猜出来了。 不得不说,这小聪明真是没有用对地方,赶紧找一个对象,难道不香吗? 看着他人成双成对,自己不尴尬吗? 有的时候,千成员真的很聪明,也挺厉害的。 但是都大结局了,还一点开窍的表现都没有。 在匆匆送走千成员之后,两个人非常尴尬。 这当然很尴尬,千成员智商爆表,情商却堪忧啊。 而蔡思住在人来人往的酒店里,后悔着自己曾经所做的一切。 可是他知道再怎么后悔,也已经没用了。 现在的他应该是孤独的。 另一边将多情去便利店买东西,看见打瞌睡的店员。 他悄悄地回了店里,又拿起了一些东西一起结账。 在结账后,江多情把这些东西送给了店员。 东西虽不重要,但是也算是惊喜,也算是对店员的安慰。 江多情真的是一个很温暖的人。 在这个时候,又走进来一个醉熏熏的大叔,买了两瓶啤酒。 店员将江多情送给他的东西给了大叔。 大叔却一不满不在乎的样子,之后把自己的钱送给了路人。 这叫做爱心传递吗? 但是他好像是不想活下去了。 但是幸好被听过朱领导访谈的好心人救下了。 有时候,如果我们对周围的人多一点关心的话,可能会挽救很多事,也可能会拯救很多人。 有时候,一点小小的善意,就能挽救一场悲剧。 蔡思正是这个道理的反面例子。 这边蔡思正在去咨询自己的心理。 他对自己过世的兄弟始终保持着愧疚,始终被自己的弟弟牵制着。 回到家中,还是能看到幻觉般的血迹。 他只有在酒精和药物的作用下,才可以安眠。 大部分人只在意身体上是否有疾病,但是从来不会关心心里是否健康。 身体容易恢复,心灵却难以愈合。 虽然蔡思说自己没有感觉到什么罪恶感, 但是其实他一直在被罪恶感与愧疚折磨着。 将多情送走了住在店里很久的小客人,笑着对他说,下次再见。 这里小男孩虽然没有太多的台词,但却给了剧情十足的张力。 另一边安家英也要演下一部电影了,他选择的是军人的角色,可能因为男朋友吧? 刑警们也来追逐犯人,今天也有惊无险地解决了犯罪。 这个犯人已经被他们带到两次,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人存在,前辈才没有办法退休。 而江多情去找听和,他推开了门,却看到了非常不可描述的画面,随后呆滞地离开了。 千万不要好奇,很正常的画面,千万不要脑补。 在江多情离开之后,听和的弟弟走了出来,听和看着离去的江多情,非常羞耻。 原来两个人一直在抹嘴儿,看吧,我就说很正常,你们还不信,被打脸了吧? 徐指纳也接待了那个恋爱大师小朋友,他是被小朋友认定的另一个恋爱白痴。 真的希望徐指纳能开点窍,不要再用很老套的方法去撩女孩子了。 唉,最后的单身狗。 清晨,千成员在朱领导的门外请求朱领导开门,可是朱领导此时正在医院中接待病患,病患是一个心里有很大问题的人,可是在接受过咨询的第二周,这个病患就没有再来了。 诊所阿姨给病患打了电话,告诉病患这里任何时候都可以帮助他。 在结束工作后,朱领导开开心心地去见了江多情,他很感谢能够遇见江多情,江多情让他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。 两个人开心地聊天,谈论着今天发生的事,甜蜜地溺外着。 你是我的春天,这部剧到此就接近尾声了,大结局还是很温馨的,就像是春天一般,携带着希望。 虽然过程有些惊悚的色彩,但是这样一部带有悬疑色彩的爱情剧,还是着实让人欢喜的。 喜欢节目的观众老爷们,请点赞关注吧,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更新哦。